这是我今天早上做的调地瓜 然后可能它冷了点 然后我想给大家尝尝 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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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不要吃 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文林又平 今年18岁 是来自湖南的小妹子 今天来是要向谁告白 我今天要向我的妈妈 和我妈妈的男朋友杨叔叔告白 我要为他们两个人争取幸福 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 那为什么他们的幸福要你来争取 杨叔叔刚开始对我妈妈特别好 后来我被查出了白血病 但是我叔叔 他知道他没有离开我妈妈 还帮着我妈妈一起照顾我 然后他每天知道 我要需要那些营养 所以他每天都给我 变成花样的给我煲汤喝 他本来就不是我的爸爸 他却让我感受到了父爱 我从小都没有感受到父爱 但是我感受到了 但是后来 他有好几天都没来看我了 后来我就去问我妈妈 我妈妈他就说 他杨叔叔分手了 叫我们不要拖累他 其实我知道是我的原因的 就是因为我的病 那你本来就已经病成这样了 你干嘛卖地瓜 因为我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化疗 那我不想给我妈妈增添那么大的负担 然后我就趁着他上班 我就不去曼洪说 能振一点湿一点 我今天来 站在这里 就是想要告诉我杨叔叔 希望他能回来 能跟我妈妈在一起 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 他能带给我妈妈幸福 同时我也要告诉我妈妈 我已经长大了 我虽然是生病了 没错 但是 我不是小孩子了 不会再拖累了两次婚姻 我希望他和杨叔叔能幸福 能接受杨叔叔 大家看看那个手 这就跟那个红薯的皮差不多 没事 你说你一个白血病患者 成天为自己的医药费 将来的生活 而穷困潦倒 你居然能烤得出这么甜的地瓜 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这么乐观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笑着过的 而且你想杜老师 你开心也是一天 你不开心也是一天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一点过 我不管是怎样 我都要笑着 不管怎样 多难受 我都要笑着 我要把我的乐观 带给所有人 我要报答所有对我好的人 我特别希望今天这事能成 来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如果妈妈今天没来怎么来 我觉得 他们会来的 那如果叔叔没来呢 叔叔他不会不来的 因为他很爱我妈妈呀 又那么疼我 我觉得他一定会来的 他会来的 如果叔叔来了说 我只可以像一个普通的好朋友一样 那样去帮助你们 但我承担不了这样的家庭重担 我不能做你的继父 怎么办 我 如果他来了我就觉得 他一定还是爱着我妈妈的 我知道是我的原因 而且我现在也可以自己挣钱养病了 我不需要他们再为我担心 我不会拖累他的 我就希望他和我妈妈能在一起 如果他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条件 是希望你不要去卖红薯呢 希望你好好乖乖听话在家养病 但是如果是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要求我这样子的话 我会妥协 但是我会找其他的事情做 我不会给他们增添负担的 如果妈妈说我不爱杨叔叔 我看得出他很爱杨叔叔 希望你虽然有着美好的愿望 但是当事实跟你所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学会释怀和祝福 把手放在按键上面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来一起跟我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文林优萍从小命运坎坷 跟随母亲经历过两次不幸的婚姻 一年前 杨叔叔走进了母女俩的生活 她的善良体贴 让优萍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就在母亲和杨叔叔着手准备结婚时 优萍被查出重症白血病 不久后 杨叔叔就离开了母女俩 再无音许 三个月前 优萍瞒着母亲到街头卖烤红薯 以此证明自己不会拖累杨叔叔 那么杨叔叔的不辞而别 是因为不愿负极重担 还是另有苦衷 她今天会出现在现场 接受优萍的告白 和母亲缔结良缘吗 按键上面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来一起跟我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四 三 一 请按键 妈 我跟你说了 不要找牙叔叔 我不会了 妈妈找回来 妈妈觉得一个人不是好好的吗 妈妈会想不不不你死定家 妈妈不可以多累了 妈妈要多累了 如果是这样子有个什么事 我怎么办呀 原来你是这个 好哭了 你怎么这么傻了呀 这么大的风雨啊 你光知道我在外面买地雾啊 你怎么这么傻啊 来到舞台中间了 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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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先生好 我叫刘慧希 来自福兰 你怎么一上来就把她的眼睫毛给撕了 因为她的眼睫毛不好的 她这个病会有细菌感染的 会有细菌感染的是吧 对 不可以带这家发生有病的 你怎么不理我 我刚上来的时刻就骂你呢 你干嘛还要带这个假发 我真的挺好的 你不要担心我好不好 我从来就不给她带假发呢 因为医生说 会 会感染 有新生感染 那要不要摘掉 要你自己扎我 我不扎 为什么不扎 你告诉妈妈 妈妈从来 从来是都不给你带假发 你的老是吵着 我觉得我身体挺好的 我没事 你真的不理我 要不不 好 我扎我扎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我就会吓坏了 你妈 我扎我扎 其实你李光头也挺好看 我也觉得我特别帅 特别帅 我医院的那些人 都叫我光头平的 帅 对 刘女士 我想问一下 除去你现在的家庭情况 和你女儿的病痛 你爱杨大哥这个人吗 爱 他也爱你 你就是觉得生活当中 会拖累杨大哥 所以你要躲着他 但是当你说 你会拖累他的时候 你旁边的女儿内心 觉得阻挡了你的幸福 那你如果还要躲着杨叔叔 势必给自己的女儿 太大的压力啊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我要女儿 我自己会努力的 拼命赚钱的 妈 你怎么又错了杨叔叔 怎么 因为我现在都可以自己挣钱了 你干嘛还要这样子 听我的话好不好 你跟杨叔在一起了吧 我不跟他在一起 就你找回来 我也不可以跟他 不会跟他在一起的 我就觉得我只有你 我就够了 要是有一天我走怎么办 你不会找到你 不可以跟我说你走 我 我觉得 别哭了 我就是 我现在只有你 我不要别人 我只有你 我希望杨叔叔换我照顾你 你不知道 我不要 我的我要不要 我不听 真的没有 我不要 我觉得 越是在生命最艰苦的时候 越要把所谓的高尚 所谓的人间的那些 所谓把人拖到那个神坛上去的那东西 全部都扔掉 你说你觉得你拖累老杨 老杨并不觉得你拖累他 也许就是在一起过日子 你觉得白血病这个事很严重 但他已经得了 那你也只能够去面对 我就最讨厌在人生的这种最困难的时候 悲悲气气 倒没有一个像小女孩一样 天天没心没肺 不把这个病当一回事的 在卖着红薯 烤着红薯 给大家带来快乐 来 请站到各自的位置 接下来是小悠萍的告白时间 你别哭了妈妈 我就是想要你跟杨叔叔在一起 我觉得对你挺好的 我不跟杨叔叔在一起 我只有有你 我看得出你很幸福 而且我不会拖累你们了 妈妈是妈妈不好 是妈妈对不起你 没有妈妈你很好 我对我虽然没有父爱 我知道 但是 我真的觉得很幸福跟妹妹 有你这个妈妈 我真的觉得够了 我就是怕有一天我不行了 我不会你 杨叔叔不行了 你不会的 妈妈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治病的 爸你知不知道 这是最苦在乐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看见 在医院话聊 特别怕怕点话聊 因为我 会是不容易的 你会不会有什么 我一定会有什么 我但是你 别找到 我希望你 说是你想要你 对父亲 那天我会听过 我已经告诉你 你什么事 我不是想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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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